哈喽,我是豆豆,我是一颗飞转基因的黄豆,生长在广阔的农田,那里的水好干净,农夫伯伯还很细心地照顾我呢。 今天,是我第一天在李锦记学堂读书的大日子,我会努力成为一瓶大家都喜爱的李锦记酱油,为蒸修菜肴,调味增鲜。 李锦记对于挑选和栽培黄豆新生,非常认真,为了种出最上等的黄豆,学堂会培训农民,预防宠害,安全施药,吃肥,收割等技术。 所以,入读李锦记学堂的黄豆,每一颗都光亮润泽,而且,大小和重量平均,还一定是IP认证非转基因的。 品质符合中国一级标准,入学要求很高呢。 李锦记学堂有130多年的历史,全球知名。 学堂坚持用高研锡态这种工艺来教导酱油学生。 所以,毕业生在哪里都很受欢迎。 豆豆,什么是高研锡态呢? 高研锡态发酱工艺,是中国传统酿造酱油的工艺,对原材料的要求很高。 需要原力黄豆,盐,面粉,这些原材料会在低温到常温下发酵。 适合均种生长,黄豆中的糖分就能够产生酒精和有机酸,并酱油散发出独特的酒香和纸香,而且会在阳光下天然生晒三到六个月。 酱油不带香气四溢,而且呈现一片闪闪生辉的浅红褐色。 要上课了,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上课,看看李锦记学堂是如何栽培我们,成为酱油吧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